所以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說 6108億這個軍購的時候 就變成說 你這3800億給美國人 那美國人會給你什麼東西 真的沒有人知道 這個情況下 我相信任何一個負責任的 國會議員都不會say yes 我真的我是這麼認為 就所以你說 今天他當時那樣擋了半天 那你說 那你今天就把這個責任 都推給這個國民黨的立委嗎 我個人覺得其實不完全公允